是否有一次張家輝呢? 開玩笑而已 今天彈山台和大家做直播節目 我們的嘉賓是周老闆 今天的主題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Great在哪裡? 美國示範了一次 美式子暴制亂的國際標準 是Beau Beau Beautiful 美國的暴徒衝進國會 那些警察一看到不對勁 就馬上開槍了 在室內放吹雷彈 必須和你客氣嗎? 難道要舉起幾十次做預警嗎? 要用子彈吹雷彈亂飛 我們香港的警察真是黑警 是黑制之警 人家一出入國會 就即暴即拉即告 如果在香港 就被人說濫炒、濫捕、濫告 指暴就像拖地一樣 不要被水飄出來 美國政府也呼籲 做好市民的責任幫忙舉報 香港的黃絲 起理底 還要恐嚇你 還要搞你的家人 那些大公司 一發事就原該在稿裡搞事 直見直炒 連紐約市市長也要炒了 那些有份衝擊國會的公務員 周老闆 你能不能做到嗎? 哎呀 我怎麼敢炒他們? 那些黑客一吹雞 來我的店裡裝修我怎麼辦? 就連美國總統 那些Facebook、Twitter、Snapchat、IG 那些社交平台帳戶 都和你封禁了它 美國航空公司還合作 認到你的樣子 就算你買了機票 都不讓你上機 香港呢 就不是了 拉了它 給它保釋 下了保 都還可以讓它大搖大擺 搭飛機著草 穿草 它們的眾籌平台都被PAL封了 你猜它們好像香港那樣 穿草有很多水嗎? 美國的暴徒也衰不了 起碼人家 個個光明正大 又不會包頭包臉 不像香港那些黑暴 做完又不認 只是想收了水 不讓人知道 美國止暴制亂的最有效率 American is great again 那我就不同意了 希望香港沒有濫暴濫散 給機會門徒著草 沒有毒灰 沒有封鎖社交平台 香港才最好 你知道香港好 就不要嫁到香港那麼不好 一一就是你 雙重標準 神契最笨